望周知 古装投尸是用来端正一态的 不是甩来甩去的 我不相信你们是贝子 这不是真正的猛猛贝子 所以她的一态是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 所以不算男生是不做的 别动 同样是妃子做教 甄嬛传里的每一个小组都各有姿态 华飞凤一万千 甄嬛孤傲惊艳 一修霸气腹黑 反观你如理的教子 都用来当救护车了 所以没有古人一态 就不要尬演古装剧了 白鹿为了演出长月静明的仙侠感 提前两个月进组练习一态 其实我觉得仙侠 其实对你 就是窄度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我的衣服 它为了好看 为了它显得它层次多一些 它可能有六七片衣服 看看它之前弯腰又耸肩的样子 总是被网友嘲笑像汤姆猫 于是不管是拍戏还是陆宗逸 她都穿上了贝贝家 而且一直从去年穿到了今年 如今她身姿挺拔 被又薄又直 真的演出了仙子的轻盈感 白鹿在成功改善体态后 还将自己的秘诀告诉了好朋友王鹤蒂 要知道她以前也深受驮背困扰 拍戏时导演都看不下去 自从听取白鹿的建议穿上贝贝家后 一跃成为气场全开的东方尊赏 作为演员就是应该的 就是基本的东西 还有贝贝家什么 以前我也在现场也背过贝贝家 原来张大大早就向我们透露了明星的小秘密 我说你干嘛做就是直啊 我说我做的直 我带了贝贝家 我弯不下来 真的就有一个 大家很喜欢的演员 他带了贝贝家 对对对对 就连国际超模胡兵也不例外 还把贝贝家介绍给王岳新 这个在台上 我们就不用挺胸 他自然就挺胸了 看你穿什么样 当你以为贝贝家是智商税时 趴在明星圈子里 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武器 比如说拍古装戏的时候 我就会穿上贝贝家 肩膀还会紧一些 像背上的像驼背 都关不下去 所以我就每次穿了 得有十丛里面 还背了一个贝贝家 贝贝家坐的时候 你站是这么直 坐的时候也是这么直 贝贝家 博士是不是好啊 他把这一把就拍了 博士前途能够前逼 就不想算好好 我们小时候都在贝贝家 一米之内看脸蛋 一米之外看气质 一个人的体态好不好 第一眼看的就是肩背 如果平时的你也有体态问题 特别是驼背和脖子前倾 戴上这一拉一贴一秒 开肩开背 立体剪裁贴合身材 秋天套在衣服里穿也很自然 而且你会发现 当肌肉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之后 像那些平时酸痛的问题都有所改善 男女同款 大人小孩都能穿 这个贝贝家明星都在戴 都在坚持 你买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坚持 适应两个月 你的改变也不被看见